又卧人造卧业 种卧因的卧苦 孤身悲惊之家 形容苦高 饥寒脚壁 脚迫 避脑身心 是为苦 那么这种果报 我们看现在地球上 非洲这些贫穷落后国家 你看看那些小孩 每一天饿死多少 饥寒脚迫 有的冻死 有的冻死 没有衣服穿 小孩没有 大人也没有 为什么到人间 活得这么苦 古必有因 过去身中造作 我一 重物因 得得我的苦 为什么到人间来 那过去身中 肯定 肯定 修过 无界是善 无界是善 是营业 引到你 到哪一道 就收跑 人道 肯定是 无界是善 出身道 肯定是贪婪 贪心 贪心是默奎道 这是营业 引到你到 我回到你 陈辉 是地狱道 鱼吃 是出身道 鱼吃多我 自己不知道 自己以为自己很聪明 设计上呢 就是经上讲的 鱼吃 蒙味 对于四十真相 不知道 他知道 他就不敢干了 知道 你看他的行为 一定把他改变了 真正知道的人 对于一切人 一切死 一切物 我常说的 他是报恩的心 他们有贪恋 他们有怨恨 心 确确实实 是清净 平等的 这不敢讲 这那就成佛了 心不清净 心不平等 那就预知 所以这个底下说 愚昧 无知 不信 正法了 不信 相思 这叫明 明就是糊涂 啊 唐 更 多做 无印 十多 我道 啊 那些三我道 去了 啊 那么这个 不信正法 不信 善事 这两句的意思 非常之深 为什么 什么叫正法 什么叫善事 知道的人 不多 学佛 学佛的人 知不知道 不知道 自以为是正法 自以为是善事 实际上呢 实际上则造业 啊 为什么 为名 为利 为贪图 无欲六成的享受 挂着正法的招牌 打着善事的谎子 灾难来临的时候 这些人先去 到哪里去 几乎都到底 那你要问为什么 灌灵法师讲得很清楚 啊 此云灌灵法师 我们把它念符 一百种古报 把它记录下来 印成一章 这可以流通 让大家都看看 提高警觉 啊 我们念佛人 在一百种古报里面 将来是属于哪一种 你就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头一条 念佛都阿比地 什么原因呢 为五欲 探图五欲 五欲是财色明识税 为这个 而念佛 而修净土 古报在地 念佛口善了 心形不善了 你的心 你的身不善了 而是打住佛的照片 打住阿弥陀佛照片 干的事情 跟阿弥陀佛相违背 这个善得了吗 真叫糊涂啊 真叫鱼痴啊 所以底下讲啊 唐更 多作我业 使得我到 故隐 从苦若苦 从明若明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